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水泳3D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邊老師有一個講義 這裡有一個講義 那麼你也可以打開我們剛剛提到的 老師整理的水泳3D的這個網站 其實呢上面的資料會更多 包括我們水泳3D的新的功能有哪些 然後有哪些外掛程式教學範例教學的編集影片 我通通都放在上面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事實上水泳3D 它預設的話主要是做室內設計 可是實際上免耐做戶外設計是效果也蠻好的 所以我們待會會先從戶外的先做起 那剛剛呢我們用的是免耐裝的版本 所以呢 剛剛有提到你如果解壓縮完了之後 就執行64或86就可以 那因為免安裝有比較多的模型材質 還有外掛程式要載入 所以它開啟的速度會比你用安裝板 比較乾淨的那個安裝板打開的速度會蠻多的 所以就是你執行的時候稍微等它一下 你不要重複執行 重複執行它可能就會卡在裡面 那麼水泳3D呢 它是一個open source的軟體 所以說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它不是封閉的 也就是今天你可以怎麼樣 把一些外部的模型把它匯進去 它支援這些格式 那麼各位我們用過dimission 用過facial3D 有些時候我不會做3D模型 當然我可以從外面叫進來對不對 call out求救一下啊 所以你可以把外部模型也叫到裡面去 那相反的 我們水泳3D做好之後 也可以把它輸出成OPJ 你拿到其他軟體裡面去用 所以它不是一個封閉的軟體 那這個隊友在學習上就會有蠻大的幫助 比較不會說好像非它不可 那我們打開了這個水泳3D的軟體之後 它介面主要就這四個 就這四塊而已 所以不會太難 那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各位講 你真正的操作就是在2D這邊而已 所以這個軟體你不會3D 沒有什麼不可原諒的 好嗎 因為3D呢 就是不小心產生的 那左手邊這裡 就是你的3D模型庫 其實呢我們使用3D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就是我們講的 好像在玩以前的那個半加加球一樣 你以前玩那個有沒有自己做模型 沒有嘛都是買好的對不對 有什麼現成的就拿出來 那你就可以開始玩了 它就跟這個一樣 那為什麼我要準備比較多模型跟材質給你 因為這樣的話呢你在玩的時候 大部分剛開始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找到 當然 永遠都不夠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上次有 有介紹一些模型的網站 你也可以去找 那麼 左下角這邊呢就是 你已經放到你們家的 這個 裡面的時候呢 它就會列出你們家用哪些家具的清單 所以就這四個介面而已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我們現在呢 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你可以從左手邊 找找看你想要什麼類別的 欸就把它丟進去 也可以全部用搜尋的 有沒有我剛剛講用搜尋的 比如說我如果想在戶外的 對不對 我找到戶外這邊 那你想要放個石頭 就把石頭丟進來啊 這樣就一顆搜尋了 好不好 對不對 那你想種一棵樹 就把樹拿出來 好 把苦一點 滾輪往後退 好看一下 喔這裡有一棵樹 一棵石頭 那我們再找個 欸這裡還有竹林喔 哇 這都是它最近新增加的 那你可以發現 你們進來就是3D的 嗯 嗯 好那你需要一個 這個椅子 你就把它丟進來 你需要 這個 游泳池 就把游泳池丟進來 需要一個棚架 就把它丟進來 有沒有發現 3D就不小心就有了 所以你只要這樣移動一下 就看到 好那 我們剛剛講的左手邊這裡 這邊就是你現有的 哪些3D模型 就是放在這邊 所以呢 你今天在選擇的時候 有些時候 你的模型比較多 欸比如說這個石頭 可能被它擋住了 我要選不好選 你就從左手邊來選 有沒有這樣就選到 這樣也可以 或者是 欸我要選這棵樹 但是我不知道樹種在哪裡 你就在3D這邊按一下滑儲右邊 有沒有一個叫選擇物件 你也可以在3D裡面直接去選 就是我看得到我就可以去選得到 好這個棚架按右鍵選擇物件 好石頭按右鍵選擇石頭 有沒有發現左手邊都相對應去選到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選東西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物件不OK的 你就可以把它delete吧 這個基本的功能這樣沒問題吧 好再來我們要了解一下 每一個模型 你看我點到每一個模型 有沒有發現它四個角落有不同的功能 四個角落 放在正中間沒問題 就是移動嘛 但是四個角落呢 會有其他的功能 旋轉 這不用我講 這你一定會 再來呢 這個是水平的縮放 這個是高度的縮放 這個是高度的縮放 我們看一下 如果呢你在這邊 我透過這裡 你看我這樣拉開 有沒有發現高度沒有改變 只是什麼 水平面的變大變小 那我透過這一個 是不是長高放 放低 對不對 好所以 各位不要忘記你現在是3D嘛 所以會有三個軸下 那麼 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 有些人 像這裡有一個狗屋 這裡有一個狗屋 這裡有一個狗屋 底下有沒有 你把它丟出來 是不是就有一個狗屋了 有些同學會偷懶說他要做樹屋嘛 所以就把狗屋放到樹上就可以了 這樣你知道嗎 拿過來 現在放在樹下 所以我們就搭配一個功能 來這裡 你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 我用這個來講 有沒有 右上角這裡有一個 因為你現在3D 這個叫做懸空高度 所以我只要把狗屋 高度改變 放到上面來 這樣有沒有就變樹屋了 縮小一點 好 過來過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OK 所以你可以 這樣就放到上面去了 所以右上角這個叫做懸空高度 有沒有 這樣可以放高放低 那麼椅子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如果你需要一個桌子桌子 你可以找裡面也有桌子 這個類別僅供參考 因為呢 不見得你想要的 就放在你所謂的那個 你認為的目錄裡面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要找東西 不在這裡 我建議你可以用全部 然後呢 你把它 出入你想要的關鍵字 可以打中文 這樣子 你就會找到很多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裡呢 如果你想要人跟動物 好吧 這裡有隻雞 有沒有 你可以把雞丟出來 好 預設你可以看到 雞現在在椅子下 如果你覺得他 他放到椅子上 叫他過來 你看 他就知道要站上來 有沒有 有沒有 如果他沒有那麼乖的 你就是透過剛剛那個 懸空高度 背起來 放下去 背起來 這樣了解 這樣會被告嗎 對不對 這樣虐待動物不行 所以要放好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 所以 你可以透過 四個角落 去調整它的功能 好 那 記得 我現在大部分發現同學 操作這個時候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你們平常在操作的時候 通常都會從外面進來 但是呢 我平常在操作 我是顛倒過來 我會把滑鼠放在這裡 然後從這邊 往四個角落移動 為什麼 因為你從外面進來的時候 我們的游標其實是比較小的 而且你比較不容易察覺到說 你有沒有到這個 選項的位置 所以我通常都從中間往外 這樣的話呢 當我游標改變的時候 我很好 確認說 我已經到達那個位置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先玩玩看 好不好 待會呢 我們就來做一座庭院啦